近期,新疆的三文鱼养殖取得了巨大成功,预计今年的产量将达到3000吨。令人惊讶的是,新疆这个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为何能成功养殖海鲜?而这其中又意味着什么? 尽管三文鱼是海洋鱼类,但由于其在海洋和淡水之间频繁迁移和繁殖的习性,它既能在海水中生存,也能适应淡水环境。这种适应咸淡水的特性为新疆提供了养殖三文鱼的可能性。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新疆尼勒克县的三文鱼只是防海鲜,但红旗农场所养殖的斑结虾则是真正的海鲜。 值得关注的是,斑结虾通常需要在海水中养殖,新疆如何实现这一点呢?答案部分源于新疆特有的盐碱地。 这类土地的岩和碱性物质含量较高。 新疆地形复杂,呈三山加两盆的格局,容易导致土壤岩碱化,近三分之一的耕地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岩碱化影响。 在这种环境下,除少数耐岩植物外,其他生物难以生存。 而当我们提及岩碱队,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海水。 考虑到这里的特殊土壤条件,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在此养殖海鲜呢? 实际上,这并非空想。 从地质历史的角度看,新疆曾是谷地中海的部分,其岩碱地的水质与海水非常相似。 科研团队在新疆的调研中发现,天鹅湖的湖水岩度约为十千分号,PH值为8.4,富含钾、钙、煤等矿物质,这些条件非常适合养殖青蟹、南美白对虾和部分海域。 再者,新疆红旗农场岩碱水资源丰富,预兆时间充足,且远离城市和工厂,确实是发展水产养殖业的理想之地。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盐碱水与海水都含盐,其盐碱含量和离子成分还是存在差异。 为了模拟出与海水相似的生态环境,专家首先测量了盐碱地养殖池的盐度和碱度。 然后参考海水的矿物质成分,向其中添加微量元素和益生菌。 调整后的池水与真海水的盐度相当,为海鲜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考虑到新疆寒冷的冬季和低温,红旗农场采纳了一种创新的接力养殖方法,通过温棚恒温集中育苗和温棚鱼池与碱水鱼汤的结合,有效提高了鱼苗的存活率。 此外,红旗农场与中国海洋大学和塔里木大学合作,引进了高效、节能、环保的集约化、设施化养殖方法,确保了零污染和零排放。 技术的支持使得新疆首家海水养殖基地得以在沙漠边缘建立。 红旗农场目前拥有四个温棚车间和250亩的室外鱼汤,养殖了包括罗飞鱼、石斑鱼、南美白对虾、鲍鱼、龙虾等在内的八种海鲜。 计划未来将扩建30个温棚车间和3000亩的室外鱼汤,目标是打造一个集育养、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现代化科技海产品养殖基地。 如果这种养殖模式得到广泛推广,新疆的大片岩碱队将被转化为养殖场。 这意味着,位于欧亚大陆内部的新疆,有潜力成为海鲜养殖的重要区域。 尽管新疆是中国沙漠最多的地区,包括拥有中国最大、世界第十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但其实新疆也富含淡水和咸水资源,拥有众多湖泊和河流。 其中,新疆的塔里木河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也是世界第五大内陆河。 这为新疆提供了养殖海鲜的独特条件。 新疆的波斯藤湖拥有1646平方千米的水域面积,是国内最大的内陆淡水湖。 它东西延伸55公里,南北宽25公里,已经发展成为新疆的渔业重镇,每年捕捞淡水域达5000吨。 提及的尼勒克县是伊犁的三大冷区之一,这里四季温和,酷暑罕见。 天山旁的喀什河里流淌的是天山冰川的雪水。 目前,该地区已有三个大中型水库,资源丰富。 这些水库水温全年维持在8至13摄氏度,水质纯净且流速平稳,为冷水鱼提供了理想的生长和养殖条件。 新疆还有许多这样的湿地绿洲,这为渔业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养殖海鲜及其他水产品在新疆有多重意义。 首先,它有助于生态修复。 尽管新疆的盐碱地难以完全改变,但通过养殖海鲜,水域的生态多样性得到提升,从而逐渐改善这些地区的环境。 这种乙鱼降盐,乙鱼降碱的模式已见成效,比如天鹅湖的鸟类种群显著增长,吸引更多野生鸟类前来栖息其次,海鲜养殖能够为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收益。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国的海鲜需求也迅速增长。 新疆的海鲜养殖不仅可以满足本地居民的需求,还能降低从外地进口的成本,为当地人民提供新鲜且价格合理的海鲜。 以新疆金河县阿和其农场为例,它成功地在盐碱地上养殖了南美白对虾,年产值超过300万元,为当地人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也为乡村振兴开辟了新的道路。 综合来看,新疆的海鲜养殖在当下湿润化的气候背景下,无疑是一个有益的选择。 近年来的科学研究指出,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西北地区的降水量逐年上升。 具体而言,这30多年间,每10年的降水量约增长6毫米。 其中,去年5月29日至30日,新疆克斯勒苏克尔克兹兹治州的阿和其地区降下了58.8毫米的雨,这是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大日降水量,堪称历史级的暴雨。 由于持续的降雨,新疆的水域面积也相应地扩大。 国家气候中心的首席专家肖锋进领导的团队采用了我国的风云气象卫星和国际的卫星数据,对2000年至2020年间的青藏高原湖泊面积进行了深入研究。 结果显示,这20年间,青藏高原的湖泊面积持续增加,到2020年达到了70304.5平方公里。 例如,塔里木河在去年表现出了近十年以来的最大水量,整个春季雨水不断,使得河水流量大增。 令人惊讶的是,曾面临干涸危机的塔里木河,去年竟然出现了接近两个月的洪水。 同时,如克兹河、舒勒河等多条内陆河的流量也在逐年增加,湖泊如阿雅克库姆湖和盐湖面积也明显扩大。 在塔克拉玛干和库姆塔格沙漠的东边,还新形成了若干湖泊。 鉴于新疆长期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这种变得越来越湿润的趋势带来了新的思考,难道新疆可以开始大规模的水产养殖和农业种植吗? 实际上,随着水源的日益丰富和水域的扩大,新疆的水产养殖业已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位于塔里木河畔的罗布湖得到了生态恩赐。 多亏了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修复与水源输送,湖区的水位逐渐上涨,水域面积也扩展到了超过一万两千亩。 这使得位于新疆沙漠中心的罗布湖变成了一个理想的螃蟹养殖场。 从2015年开始,罗布湖就投入螃蟹养殖业务。 湖中的水质危险,免除了养蟹过程中的很多复杂环节,并且拥有高达98%的成活率,这比长江下游的90%还要高。 不仅如此,螃蟹的口感也十分鲜美。 随着降水量的增加,新疆一些原本的干旱地带经过饮水灌溉,变得适合水稻种植。 现在,除了哈密市和图鲁藩市,新疆其他12个地州都开始种植水稻。 令人惊讶的是,新疆的水稻产量不仅可观,还远超国内平均。 全国的水稻平均亩产是470公斤,而新疆达到了650公斤每亩,明显高出全国平均。 在这样的优势下,到花香中盼丰收的美景在新疆已经成为了常态。 不过,全球气候正面临巨大的变化和不确定性。 很多地方受到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影响,粮食产量大幅减少。 今年8月,联合国关于荒漠化议题的会议主席科特迪瓦水资源与森林部长阿兰·李查德·东瓦西就警告, 随着全球气温上升,农业可能会遭受重创,世界也可能面临粮食供应中断的风险。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新疆的养殖和农业生产为我国的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这里的安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 首先,从数量上看,2022年,新疆以及兵团在粮食的种植面积,单产和总产量上均实现了增长。 总产量高达1813.5万吨,比上一年度增长了77.72万吨,涨幅达到4.5%,这也是连续第七年的增长。 其产量已经达到自1978年以来的第二高。 伴随着环境的持续改善,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疆的粮食产量还会持续上升,这对于我国的粮食供应至关重要。 其次,谈及质量。 我们知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并每年进口大量海洋水产品,但鉴于海洋环境日渐恶化以及日本核污水的潜在威胁,我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水产养殖方法。 新疆位于内陆,因此不受日本核污染水的影响,能更有效地保障水质和生物的安全性,这将对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广大民众的健康起到关键作用。 新疆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保障公民健康方面显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角色。